已经蒸上了 提前要蒸吗 对对对 来 我打盖子看一下 哇塞 还挺黄润的 这个要蒸多长时间 我们用蒸笼蒸的话 需要蒸20到25分钟左右 20到25分钟左右 虽然现在是春天 但不知道为什么一闻到南瓜 看了南瓜就醒到了 秋天 没错 你懂我 求获的季节 这时候把南瓜蒸好 那要把它捣碎在这个盆里面是吧 对 可我们用的量太多了吧 不用这么多 对 这个我们也可以多做一点 放冰箱里头 吃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哇塞 你指的是一次麻烦 就像做速度水饺一样 不错 就OK了 是吧 来来来 我们这边皮不用去 在蒸的时候 不用去 直接把它挖下来 只用羊 只用羊吗 对 只用羊 我发现一个问题 你看 其实今天小董在各位 在蒸南瓜的时候 他非常贴心 就是你看他除了 籽的位置去除之后 它里面那层融融的位置 就属于是南瓜羊 还有南瓜肉都保留了 但是你知道吗 实际上这也还是浪费了 我们的很多的有营养的东西 怎么讲 因为我们说这个南瓜皮 它的β胡萝卜素 以及维生素的含量 要比羊还要高 所以说如果是你在家自己制作的话 我们这个皮还是能保留 尽量的保留 只把外边的硬皮削去就可以了 南瓜那个绒 包括肉都削下来了 接下来它的秘密武器要登场了 那就是 黄油 以前我们做饼的话 可能会加一点植物油 花生油之类的 今天为什么要加黄油进去呢 因为这个黄油 它可以使这个南瓜更加细腻 更香呗 对 对 更加细腻 口感上也更好一些 营养上搭配也更好 我想说这个黄油搭配的比例的话是很多吗 我看到今天这个南瓜一个半左右的这个 哇 是大半个左右的南瓜肉和羊 然后你就搭配了大概也就 20克吧 20克左右的黄油 对 20克左右的黄油 就够了 然后加糖 再加糖 糖可以根据我们口味适量加 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包这个豆沙馅里头就含有糖 糖 来一个 嗯 然后要加面粉了吧 不是面粉 这是什么 是糯米粉 糯米粉 因为是做南瓜饼 所以吃起来的时候 要有那种黏黏的感觉 那这个糯米粉 再跟我们这个南瓜来这样子搭配的话 它们俩谁多呢 怎么掌握比例呢 大概1比1的比例就可以了 1比1的比例 对 我看到今天你选的这个南瓜 好像是出水量很多的 我今天选这个是属于小南瓜 它出水量多呢 是因为我今天是用蒸的 蒸笼蒸的 嗯 我们在家里也可以选用那个微波炉 高温加热 嗯 高火大概10分钟就可以了 10分钟左右 微波炉这样蒸出来的这个南瓜就比较干 没有这么多水分 剥好了之后就金灿灿的一个面团了 蒸出来之后颜色可能会更好看 嗯 应该是 你看这个面是不是很光滑很均匀 嗯 没错 而且不沾手 不沾手吗 对 可以试一下 哎 它为什么会不沾手呢 它真的不沾手 以前我们想象中的好像是摸这种面 它会摸一下就有多少 就像这个盆一样是吧 对对 我觉得这些糯米的肯定会很黏嘛 因为我们放了黄油啊 就是因为黄黄油不沾手是吧 然后要做什么形状呢 我们可以把它先揪成小剂子 嗯 好 然后这样 团起来 对 团一下 放手里 这样 装出一个窝 然后我们来加豆沙馅 从后头样的一个窝 加馅 对 加有什么馅呢 这是 豆沙 豆沙馅 这个豆沙馅是你自己做的 还是买的现成 买的现成了 买现成 其实这个现在买现成 那真的很方便 但是如果你想在家里面做的话 其实也不是不能做的是吧 也可以做 就把红小豆这样煮 然后呢 需要加什么 我们一般在家煮 最好用高压锅煮 高压锅煮 这样煮的比较烂 那需要煮多长时间呢 高压锅煮的话 高压锅煮的话 大概三四十分钟就可以了 高压锅煮三四十分钟 需要加红糖还是白糖呢 煮完了之后 煮完了之后 然后可以放白糖 就白糖就可以了 而我们说现在 提倡多吃一点这种 红小豆做的食品 因为红小豆呢 本身它有很好的 烈水效果 中医上讲有很好的 烈水效果 再圆一圆 它的对各种水肿 都有非常棒的 这种食料作用 并且呢 现在研究发现了 红小豆还可以瘦腿 瘦腿 红小豆能瘦腿吗 是吗 这个我真不知道 想减肥的人呢 想保持体型优位的人呢 可以多吃点红小豆 我以前挑好多瘦腿的方法 比如说吃萝卜瘦腿啊 跑步瘦腿 红小豆是有科学意气的 因为它可以帮助 这个人体水分的排出嘛 另外呢 红小豆有含有丰富的叶酸 所以像孕气啊 还有乳母 多吃点红小豆 有帮助催乳的作用 催乳 对 再就是红小豆当中 铁元素还能很高 所以像容易患 缺点性贫选的妇女啊 还有正在生长发育的儿童呢 也是多吃点红小豆 没错 好吧 那么今天我们这边 这个小南瓜球呢 包上了一点 那个红豆沙之后 然后给它滚成圆形 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它做一个真真正正的 属于南瓜的形状了是吧 对 不要用手的 用刀子 其实这样也可以 只不过是这个是 这个是长的那种 属于是那种 机型南瓜 更自然一些 还不错了 缺个什么 跟大家讲 缺一个南瓜的饼 对 我们顶上可以 插上这个葡萄干 或是枸杞 他们俩刚好一对 大功告成 两颗南瓜饼 大功告成 我看到它会觉得很幸福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经过自己翘手孕育出来的 然后你会感觉它里面充满着力量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是不是把它速冻就可以了呢 还是怎样 我们把它摆好 一会上锅蒸 上锅蒸就成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 如果不是蒸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吃 是不是 对 可以炸着吃 炸着吃 然后我们煎的时候 注意要煎的时间不要过长 因为过长的话 这个南瓜 南瓜它吸收的油量过多 口感反而会不好 会很易的 明白了 就是说你这个小饼想做的好吃 你可以怎么样 就是一是把它这样子直接来蒸吃 再者就是把它放在油里面去煎炸它 就可以了 当然油不要弄太多 给大家重复一下 团这个小球 团完之后 就给它做南瓜的造型就行了 越均匀的话 可能这个南瓜看也越饱满 是吧 接下来给大家都做好了之后 咱们蒸多长时间需要 蒸五六分钟就可以了 五六分钟 蒸就很简单了 把它一个个摆在笼体里面 五分钟之后 我们看看蒸熟的南瓜扁 味道怎么样 两道美食都是蒸出来 都是最健康的 我们特别的 我觉得今天配这个主食 会有点特别 是吧 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南瓜 来来来 各位我们现在尝尝看 来来来 谢谢大家